说起手机钉字画 大家脑海里率先想做的机型有哪些 可以把你的答案打在宫廷上 时候能想的机型 我觉得有小米6 FM10 Mate 20 Pro等等 但说实话 这些机子放在2023年目前这个时间节点来看 确实是力不从心 尤其是这个小米6 你用来刷刷梗还好 但骁龙835这个性能是真的干不了啥了 按照调研机构的数据来看 现在手机的平均换机周期大概是三年左右 所以说最近几年的钉字户机型 应该是865 709000那一代 还在用骁龙865 709000机型的小板 可以在弹幕上扣个1 这期视频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 当年的热门旗舰 现在还能不能再战 三年时间过去 这些机子的日常流畅度表现怎么样 有没有被复优化 对比主流旗舰的体验差距到底在哪里 一起来看一下视频 当然喜欢视频的话 别忘了三连支持一波 感谢感谢 1加8 Pro 小米10 Ultra Mate 40 Pro 这三台机子都发布于2020年 也是当年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三台安卓旗舰 重新接触这三位老将 最大的感受就是 这些机子的设夹 确实更像大家常规理解的手机 而不像现在一堆越来越像相机 从配置堆料 CMF设计上来说 1加8 Pro确实是1加真旗舰 最后的辉煌了 颜值 质感 手感都很顶 正面是左上角单摄挖孔 曲面屏 当然曲率来说略微有点大 200克裸机重量 对比进行的Pro机型 可以算得上是轻薄了 中置竖排三摄 左右手握持都不容易碰到摄像头 加上相对修长的机身 日常握持是三台手机里面最舒服的 当然这个机子最主要的辨识度 还是来自于AG玻璃后改 无论是我们手上这台清空配色 还是当时的紫色 都抬得很好看 别的手机是靠摄像头部分的deco来区分设计 1加8 Pro 直接用颜色来辨认就行 那么放在2023年这个时间节点 外观设计满分十分的话 你会给这台手机打几分的 可以走一波弹幕 虽然1加8 Pro颜值配置都不错 但这个机子刚发布的时候 其实相机和修长的优化都差点意思 更新了好几个版本之后才变好 后期被诟病的主要问题 还是系统适配慢 目前已经是能够升级到最新的Color S13了 小米13 Ultra 是小米数字系列首款超大杯 也是第一款在影像拍照上 步入低梯队的小米机型 为了突出这个5倍大底前望 摄像头模组这一块还单独做成了银色装饰圈 双大底四摄竖排 12 Ultra握持上的一个槽点就是 手指会经常触碰到最底下的超广角 甚至你正常握持手机切换到超广角预览的时候 手指还会经常出镜 所以在后来的系统更新中 相机界面里增加了一个0.8倍的裁线按钮 但是和后来的12S Ultra 13 Ultra偏影像路子不同 12 Ultra这个机子其实依然走着小米数字系列堆性能堆配置的线路 比如说这个透明的后盖设计有那么点电竞手机的即时感 实际上12 Ultra在当年一堆865旗舰里面 性能调度也是最猛的一个 现在表现如何后面我们会讲到 拿它和1加8 Pro对比 整体的CMF设计上确实少了些精致感 圆胖的机身主打的就是一个堆调 比如说在12T上小米第一次用上了120W快充 还有50W无线充电 缺点是裸机重量来到了221克 而且比较厚 这个机子当时比较遗憾的一点就是 屏幕没有用10 Pro同款的三星E3 算说也是类赚牌 但是当时国产Auto的屏幕显示效果和现在比差距还是挺大的 这块屏幕在亮度的一致性 摆底画面的通透度上差点意思 那么放在2023年这个时间节点 满分10分的话你会给这台手机的设计打几分呢 每次拿起Mate 40 Pro 耳边总会不自觉的响起四个字 遥遥领先的遥遥领先 单软后盖设计 我觉得Mate 40 Pro的新环即便是放在2023年 依然是遥遥领先 没有巨型化的奥利奥 新环尺寸恰到好处 中间是经典的莱卡英文标 配合类陶瓷的亮面玻璃 整体的质感颜值十分出色 这个设计有多经典呢 分家之后的荣耀到现在 还有很多机子采用类似的设计 即便是华为自家也是难以超越 比如说Mate 50 Pro的后置相机模组造型 就不如Mate 40 Pro来的好看 所以满分10分 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 你会给Mate 40 Pro的设计打几分呢 当年Mate 40 Pro 还是3D人脸识别加超薄屏下方案 后来的Mate 50 Pro 变成了3D人脸识别加短胶指纹 最新的P60系列也是全系短胶 同样是要玩挖孔 今年荣耀Magic 5 Pro 也没能完全做到Mate 40 Pro一样的 注视亮屏吸屏体验 不过在Mate 40 Pro上 有一点我个人是不太喜欢 那就是瀑布屏 两侧基本都是玻璃 拿的比较手滑 另外就是左右两侧存在 比较明显的视觉色片和反光 比如说照片的预览 就会导致左右区域看不清 打字的时候 拼音会跑到曲面部分 虽然可以手动设置是否扩展显示 但是这关闭扩展显示 至今都不是全局的 第三方应用开启之后没啥问题 但是自带应用基本还是一个样 存在割裂感 估计这也是 现在为啥没有新机 采用瀑布屏的一个原因 这里大家也可以在弹幕里 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你喜欢瀑布屏设计嘛 反正2020年这三台手机 外围的配置堆料都挺足 甚至有些地方的表现 都不输现在的新起见 那么性能流畅度方面 现在还行不行呢 这里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SoC的规格 709000至于台积电5nm工艺 CPU频率 系统缓存规格 都要比865更高 持平是Mari G78 MP24 集成了5G基带 骁龙865用的是台积电N7P工艺 处理器主频更低一些 并且用的是X55外挂5G基带 考虑到缓存 工艺制程方面的差距 CPU能效上 709000是要比骁龙865更强的 比如说性能接近的情况下 中和能效高了16.7% 并且是110线后面发布的骁龙888 直到去年天际8100出来之后 中和能效才基本打拼 当然了 865的一个优势就是 Ageno 650的GPU能效非常出色 709000的GPU虽然说分支性能强 但是功耗也非常猛 有8瓦左右 从上市时间来看 这两款芯片其实都存在半代的差距 比如说 首款骁龙865终端小米式发布时间 是20年2月13号 首发麒麟9000的Mate 40系列 发布时间是20年10月30号 中间相隔了8个月时间 两个月之后 骁龙88机型也发布了 如果华为没有被制裁的话 那么709000终端 更多的时候是在火龙88同台竞技 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想 要是华为当年没有被制裁 按照华为当年的品牌理 把709000下放给荣耀的2499挡位机型 还真就是降位打击所有88起见 当然换个角度来说 华为没有被制裁 高通可能也不会连续两代白蓝 有可能88PLUS就直接切换到台积电5nm工艺了 核心原因还是缺少竞争 比如去年发哥天际9000 8100出来之后 骁龙8家就直接快速的切换到台积电4nm了 说了这么多 但是865 709000 毕竟是三年左右的新品了 本质上 两者的性能能效 都是不如天际8100的 三台手机都更新了最新系统 用Gbenchmark测试 Mate 40 Pro单核是840架 多的是3300架 应用内中和大核最高频率基本是2.34Ghz加2.87Ghz 并且很多时候不是同时达到高频 一家8 Pro单核是900架 多核是3100架 应用内中和大核频率都可以达到分支频率 2.42Ghz加2.84Ghz 反倒是当年调度核本的小米10 Ultra 最新系统下是怂了不少 单核850架多核只有2600架 应用内中和大核频率限制到2.25Ghz加2.75Ghz 而且日常的温控也比较怂 室温25度 连续5次Jbenchmark测试 10 Ultra多核性能会掉到2200Ghz 跑多核性能时 中和大核频率会被进步限制到1.86Ghz Mate 40 Pro和1加8 Pro连续5次测试 多核性能基本没啥衰减 日常轻度使用的话 三代机子最新系统下用着还行 但如果是重度使用 那么CPU性能这款还是会成为瓶颈 尤其是小米10 Ultra App连续快速切换处理器降频之后 调帧卡顿会明显变多 Mate 40 Pro在鸿门OS2.0的时候 无论是日常App的快速切换 还是后台多任务留存能力 其实流畅度都很出色 但是鸿门OS3.0之后 多任务操作速度快些 小吊针会比较多 在更新的最新300后缀版本之后 比之前是更好的点 但是还是不如2.0版本来的丝滑 随手牵挂到负一屏的时候 还是会出现一些吊针 当然Mate 40 Pro相对于另外两台865旗舰 体验上的一个优势就是 最新系统下它依然是全局高刷 无论是视频类还是地图类都是9摄子 高刷体验一致性依然比较出色 这高刷策略实在是有点离谱了 手动120摄子的情况下 淘宝竟然给你锁了6摄子 极烦 旗舰机淘宝锁6摄子 我是真没看到过 另外B站其他视频应用也都是锁6摄子 高刷策略也不行 1加8 Pro升级到最新ColorOS13之后 日常使用流畅度优化还不错 毕竟CPU调度温控明显比12摄更加开放 但高刷策略相对于以前的大千也是完全倒退了 比如说B站视频类基本也是锁6摄子 更奇葩的是相册也锁6摄子 滑到复一平台的时候大概率会出现掉针 结合性能调度高刷策略 三台手机日常APP的流畅度上 Mate 40 Pro略好于1加8 Pro 小米12摄相对最弱 反正这几台机子和主流的8金8加机型相比 综合使用流畅度差距还是挺直观的 这一方面是SoC性能差距 865 709000的CPU多核性能 对比主流旗舰相差了一大截 另外一点我觉得还是手机厂商 针对老机型的优化着实是差点意思 并没有用心的去优化解决 老机型上的一些bug和问题 游戏方面因为三台机子都不支持 网主让120帧 这里我们用90帧加截至画质来测试一波 这个环节Mate 40 Pro的表现出色 平均是89.9帧 整机功能只有3.3瓦 709000在中低屏下的能效还是比较门 当然两台865期间 在这个场景下表现也没啥问题 基本是稳成一条直线 一加8 Pro平均是93.4帧 小米10 Ultra平均是93.1帧 整机功能分别是4.3瓦和4.2瓦 其实最高温度基本都是在40度左右 原神环节 Mate 40 Pro平均是46.7帧 五分半开始会频繁的锁到40帧 游戏过程中屏幕亮度也是强制降到了130nit 整机功能是5.7瓦 表现的不如两台865机型 小米10 Ultra平均是47.8帧 平均帧率略微领先 整机功能是6.3瓦 游戏过程中屏幕没有降亮度 一加8 Pro平均是48.8帧 整机功能是6.4瓦 游戏大多数时间是所在50帧上减 虽然说平均帧率和12小差不多 但是帧率波动相对较小 玩起来体验会好一点 重测下来之后 我觉得这几台机子日常使用的体验 和今年旗舰机差距比较大的还是续航环节 三台手机用我们最新的全程5G数据流量模型测试 成绩分别是5小时19分 4小时07分和4小时02分 两台865旗舰续航都比较奔 120Hz高刷是一点 另外可能也和X5外挂5G基带 在全程5G数据流量模型下会更加耗电 所以说如果继续当作主力机使用的话 那么这两台机子一天两充是必不可少的 最新副册的充电速度上 三台机子15分钟快充电量分别是12.19Wh 8.13Wh 5.93Wh 快充体验上12小的120W 依然是领先一大截 不过当年120W相比如今的120W 短时间活血速度上还是会慢些 对比这些机子刚发布时的充电数据 短时间的活血速度上都会稍慢些 其中小米10 Ultra下降的最多 不过在完整充满耗时上 Mate40 Pro反而比刚发布那会更快了 增加了充电特勃模式 从47分钟提升到了37分钟 小米10 Ultra从最开始的23分钟 变成了现在的33分钟 慢了10分钟 1加10 Pro从66分钟变成了82分钟 慢了16分钟 虽然说充电测试和电池性能衰减也有些关系 但这些机子呢 其实我们并没有长时间作为主力机使用 实际充电速度衰减 基本也是和后期负优化的有关系 最后我们简单来说一下相机 三台机子的相机硬件规格 即便是放到现在也不算弱 比如说主摄都算大底 超广角也有自动对焦 小米12 Ultra的长焦 甚至和12S Ultra一样都是MX586 不过受限于ISP性能NPU算力 三台机子和现在主流旗舰机相比 最直观的差距还是拍摄体验 在HDR场景 自动夜景成像等待时间上 是明显要更长的 取景画面的流畅度 变焦条的顺化度都要差许多 很像对比来看 小米10 Ultra和Mate 40 Pro 综合成像素质相对还行 对比今年的中杯X90也有各自的优势 比如说光线良好的情况下 10 Ultra的5倍长焦解析力 依然是明显领先其他几台 高倍率变焦 莎莎小底的2倍3倍 挺轻松的 Mate 40 Pro 虽然说没有2倍长焦 但是做了基于主摄的高像素材材 实际上它的2倍解析力 甚至要比10 Ultra的2倍实体长焦还更强 尤其是晚上夜景环节 10 Ultra的2倍长焦没有自动夜景算法 画质相对较差 另外Mate 40 Pro的5倍 算说是小底方案 但是算法层面优化的还不错 1加8 Pro白天表现还算过得去 但是一到晚上自动夜景算法缺失 让它在很多场景里的画质表现都不太行 另外就是这颗3倍长焦 实际解析力画质表现也不太行 画面噪点比较多 色彩还原也不准 相对来说超广角还有些优势 毕竟底大很多 Mate 40 Pro的超广角画质不错 但是视角比较小 10 Ultra的视角最广 但属于是小底方案 画质较差 OK 那么简单小结 作为5G时代 陈上旗下的经典一代 20年的麒麟9000 孝龙865 这些旗舰机型 确实可以称得上是持久耐用的老兵 一方面的是 那一年各家的堆料都挺足 比如说正感不错的X头线性马达 大底相机 超薄屏下 双扬声器 这些能够明显提升综合使用体验的功能 这些机子都有 比如说小米12全上的120W快充 要比后面小米处的所有奥手机型 充电速度都更快 再比如说1加8 Pro的CMF设计 要比后面的9 Pro更强 Mate 40 Pro就跟朋友说了 后盖ID设计 马达振动 3D冷脸加超薄屏下 甚至都要比两年后的Mate 50 Pro更强 当然865 709000 这些手机之所以能够坚挺 我觉得还是要接下来两年 高通连续两代大火龙密不可分 很多新期间的体验其实是不声反降 就进一步降低了用户的换机欲望 间接成了定自户 放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 如果你日常是轻度使用 那么其实流畅度游戏表现尚可 比如说网者容量依然可以稳定90帧 极致画质档位 原神如果加个散热背夹 免强的也能玩 但如果是中度使用 流畅度就明显不如8加8件的机型 都会不同程度的出现一些调整卡顿 被今年旗舰明显拉开差距的 主要还是续航环件 两台865旗舰 纯5G数据流量模式的续航 只有4小时出头 Mate 40 Pro 虽然说续航更强 但时间也就5小时19分 依然免不了一天两充 虽然说都能升级到最新系统 但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负优化行为 比如说12T日常温控调度怂 淘宝锁6设置 Mate 40 Pro上手势动画小掉帧 负一屏依旧卡 1加8 Pro高刷策略变差 负一屏也掉帧 你说这完全是因为CPU性能不够用吗 那肯定不是 能好好优化解决吗 那肯定也可以 但手机厂商 会不会再花很多精力时间去优化好呢 大概率不会 尤其是这两年各家都是鸡海战术 优化资源肯定是优先给一些新旗舰 所以这也是我们之前视频里说到的 手机为什么会变卡的其中一个原因 其实就是一些大版本更新时 厂商并没有针对老机型做足够优化导致 甚至还会有些负优化 综合体验来说 Mate 40 Pro能定的时间 要比两台865期间更长 那么问题了 还在用这些机型的小伙伴 你们打算再用几年了 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和目前的使用体验 以上就是关于709000 865老期间的回顾评测了 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 还希望各位聊天能够给三连支持一波 这是我们坚持自飞勾机做评测的最大动力 同时也别忘了去我们淘宝配件店逛一逛 看一看搜索更多幼稚壳膜 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